居家令之下,英國民眾留多了在屋企 同一屋檐之下,容易有磨擦 當地警方說過去一個月 一共接駁17,000多宗家暴個案 比去年同期升了百分之九 六個星期之內就拉了超過4,000人 涉及家暴案件 即是平均每日就拉近100人 警方說不少個案 受害人都不願舉報私藥的伴侶 擔心伴侶被捕之後沒有了份工 家裡就會沒有了經濟支柱 有孕婦被虐之後去醫院求助 初頭都不願舉報私藥的伴侶 不過由於警方的隨身錄像 拍下私藥證據 加上醫護人員的證供 私藥者最終都是被起訴 有個案的私藥者更加同時藏槍 正是還押後審 幼稚園組織就統計 外出限制實施到現在 有十幾個婦女和小朋友死於家暴個案 疑兇主要都是男性 組織接獲的求助電話同期增加一倍 部分家暴個案的起因和管教子女有關 當局說受害人可以在外出限制實施期間 離開家裡求助 強調他們不會因為違反限制而受到懲罰 民眾如果懷疑親人或鄰居遭遇家暴 都可以匿名舉報 有線電視記者李俊麗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